女孩说婚前婚后 男孩像是换了一个人 以前是大男人 现在是大巨婴 真是这一纸婚约 就能把一个人 彻底地给颠覆了吗 最关键的就是 做手术期间 你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 但他没给你足够的 这种关怀照顾 所以你会觉得 他种种的不适都会放大 你觉得他种种不行 其实根源就是 你心中有怨气 由于你的怨气 对他加以戒备 就不信任 所以连密码 都不愿意告诉他 我相信他以前 虽然能背你上七层 但是他一样 也不怎么去做家务 他没有变 变得是你看他的眼光 我相信他 在你生命期间 他不只是总在看手机 一定不是 但是你放大了 那些所有他的问题 放下怨气也好吗 当你用负面的情绪 去影响你生活 你看谁都是不顺眼的 同样你的 公外孕那件事情 他有没有受到伤害呢 同样有 他有怪你吗 没有 把那个怨气放下 重新审视他 他一定会变得不一样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沙大老师 你们现在两个人 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 你们总把 收听住一样的什么 第一个人 还在内容 是魔术 是魔术 不是我 这件事 有一点 你说是什么 不是我 我 那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